流浪狗收容不当 活狗真实狗屈 新桃园圣圣圈坊动物保护协会 日前在巴德市区协队拍到的画面 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了那个狗狗的小小的身躯 就已经躺在那个地方了 已经死亡了 没多久就发现了 有其他的小狗狗 根本地跑到那个已经死亡的小狗狗的旁边 开始去啃咬它 养鸡活狗甚至为了抢食狗吃而护咬 画面令人不忍足足 清洁队他们捕获犬只 应该当天就送到收容所里 大概是在一周左右 它就会送到收容所去了 当天没有送交到收容所的原因 因为油钱不够 因为很忙碌 巴德市清洁队虽否认有狗吃狗情势 但画面会说话 桃园县政府则回应 将立即关闭五处清洁队的暂时收容中心 宋新闻桃园报导 汈楼很足够的 听说话 汈楼上 汈楼上 理容 汗 汤